原呼吁东奥台湾正名公投后联署重要关头 永帝赖奎表示 尊重的台湾民间推动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完成14万联署单 离28万门槛仍有一国连线办公室未想更多联署单 8月10日特别由高雄市议员前正小岗正梦入 三名高市议会副议长蔡昌达大辽 林园郑文 岗山 桥头 永安 子官 燕朝 和议员林芳如 大社 任武 鸟松 大树 议员瞻等人召开 记者会宣布将主动祭出6551分者 并期望发挥加成效果 在今年8月底联署结束前达标 向国际社会发出台湾正名心愿效用 希望6500敬函祭出到支持者手 不只期盼百分百达标 也要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加成效果 最后关头把14万份完成 公投很重要 若最后国际社会将如何看待 台湾人自己都支持以台湾为国民 动员争取在国际比赛应有荣耀 争取他们被用自己的国家名字台湾来称呼 事实上 若正名投通过 还是要向国际奥会申请 通过正名让台湾改名 令 怎么知道不会成功退市民间发动运动 的考量 但彼此并不 07年台湾入联公投提案 超过272万人的联署 东澳台湾正名公投提案 门槛28万人 现在连尾数都不到 联署起来却这么困难 关键在总统的意志 政党的态度与政府 永帝 8月10日记组前秘书长 陈唐山等人筹组 唐山担任召集人 在该年底的线15位 当选36位 当选率8成 自年推荐84位 当选68位 当选率也超过8成 2018地方选举 将从南到北全力筹 同政见主要有二项 台湾中国 异议国 扁暗示政治是